香港眾志主席林朗彥同誠員周庭 就未經批准集結案上訴 將轉往上訴庭處理 依然決定撤銷上訴期間的保釋申請 兩人早前承認在2019年6月21日 在金鐘下隔度 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 同名之宜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 周庭令被控 同日與黃之鋒在灣仔警察總部外 明知而繼續未經批准集結 兩人分別被判囚7個月和10個月 兩人早前向高等法院袁仲廷 申請上訴期間保釋外出 前年反修例示威